人们常说一日之际在渔城,早起之后,精神抖走,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。 我们总能看到公园里很多陈恋的身影,跑步,打球,快走,但大家可能不知道,其实清晨才是人体最危险的时刻。 健康中国摄影大厦是瑞康社,突文无关。 清晨为什么那么危险?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表明,全球范围内清晨死亡人数占一天总死亡人数的六成。 清晨不单单是心脏病的高发时段,更是猝死的高峰时段。 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都与清晨血压升高密切相关,像心肌梗死、心肌性猝死及脑促中的都高发于清晨。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,约有40%心肌梗死和29%心脏性猝死,发生在清晨时段。 该时段脑促中的发生率是其他时段的三到四倍。 另外,一份关于欧国大众健身人群运动猝死的调查研究显示, 欧国运动猝死最易发生的时段是早晨,其他依次是下午、上午、中午、晚上。 专家介绍,因为清晨是人一天当中血压的高峰,最容易出现心脏缺险,从而也把心肌梗死。 早晨是交感、不交感两种神经系统的转化时期,容易引起血压升高和冠状动脉症软。 另外,清晨人体的新陈代谢水平低,血压粘度较高,集体的各器官系统生理多性大。 起床后突然进行剧烈的运动,会使心脏负担突然增加,心血管意外风险增高。 四,此外,造成人的生物中,从睡眠到清晰过度,此时的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,而跑步等流氧运动会加大这种兴奋,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。 本身就有这类疾病的老年人更难以承受,有人晨练猝死。 然而,就在前两天,北京一位老先生在晨练时突然出现了意外,7月18月上午7时许,在桃兰庭公园里,一名正在晨练的老人猝死。 但急救人员感到是,老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。 二,其实,晨练时发生猝死并不罕见,几乎每年都会有因晨练猝死的报道,那么早晨应该怎么做,才能避开危险时刻,一天中什么时候锻炼最好? 记住,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,是下午3点至7点。 研究表明,人体体力的最高点和最低点,受机体生物中的控制,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。 比如,身体吸收氧气量的最低点在下午有00,心脏跳动和血压的条件,在下午5点到6点之间最平衡。 而身体嗅觉、触觉、视觉等,也在下午5点到7点之间最敏感。 因此,综合来看傍晚锻炼效果比较好。 此外,人体在下午4点到7点之间,体内激素的活性,也处于良好状态。 身体适应能力和神经的敏感性也最好。 所以,专家提倡傍晚锻炼。 但在晚间时段,要注意运动强度,否则强度过高会使交感神经兴奋,方案入睡。 三,下面这些文章,对您也很有用。 注意,这些是超市里不可不知的潜规则,别再被坑了。 某些院长只想如何让赚钱,心脏支架的利润超过贩毒,很多人都死于过度医疗,生病之后才知道的真相。 原来看病是那么受罪。 本文综合字,以北京城堡,阿珊一男子陈炼时,突然倒地不起。 二,北京晚报北京,陶安亭公园内,一老人陈炼时猝死。 三,健康时报,心脏什么时候最危险。 十二月,周一,早晨,记住度过危险时刻。 四,沃国人群运动猝死现状预防,高晓林,中国心脏起伏与心电生理杂志,2015-2019-2. 熟续内容和做请致电,01165363351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